人衣對談真是好看 上天下地無所不談 大家好 我是邱醫師 歡迎各位再度來到人衣對談節目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皮膚科的專家 蔡藝山醫師來到我們現場 來跟大家談談皮膚相關的一些問題 我們歡迎蔡醫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藝山醫師 蔡醫師是一個知名的皮膚專家 大家一定在電視上有看過蔡醫師 如果你沒看過蔡醫師表示什麼 你電視看太少了 你不關心健康的電視節目 那麼蔡醫師目前是經驗皮膚科診所的院長 經常受邀到各大電視節目接受訪問 而且也經常到各大醫學會發表演說 同時也是很多重量級皮膚科的翻譯專家 好 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蔡醫師來跟我們談談的 今天的題目是青春痘 對青春痘 那我們知道有一句話說 人生最悲慘的是什麼 就是青春不在青春痘還在 那我想請問蔡醫師呢 跟大家談談在門診上有沒有發現一些 有跟青春痘這種病人的小故事呢跟大家談談看 好 其實青春痘真的是在皮膚科門診在了非常大宗 那每個醫師看最多 皮膚科醫師看最多 除了吃診之外就是痘痘 那我印象蠻深刻的是 我遇過一個大概20出頭的一個大學生 男生來看痘痘 那來的時候 瀏海特別的長都快遮到眼睛了 然後頭又低一點 男生比較少這樣對不對 對 那他很沒有自信心 結果他頭髮一撥開 他很像那個鬼泰郎 頭髮都遮住 頭髮一撥開 哇 密密麻麻都是痘痘 大大小小的 就是真的是第五三禮評 那媽媽是說呢 其實他高中就開始長 但是他媽媽覺得說 哎 高中生嘛 有這個課業壓力 長幾顆痘痘正常了 他考上大學應該心情好一點 就比較不會長 沒有想到耶 越長越多 越長越多 後來媽媽覺得說不對喔 他已經沒有自信心 走路頭痘痘 不敢看人家 也不喜歡人家看他 趕快帶他來看 才發現說 其實他的痘痘是很嚴重 已經是囊腫型的 那有些家長可能就會覺得說 痘痘痘會自己好 等等等等 等到這些痘痘痘 已經變超級無敵大痘痘 造成痘疤的時候 其實他們心理上面 創傷就比較嚴重 那還好這個病人還滿有耐心的 我們跟他溝通 正確的治療 經過半年 大家要聽清楚是半年 他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本來是第五三禮評 控制到最後其實 偶爾就發幾顆 他慢慢的你就從當中發現說 他變有自信心了 所以他本來是 很沒有自信心的 變到說 終於恢復成為陽光行男的時候 後來還選班戴 當上班戴 還交到女朋友 媽媽也很開心 我們也很開心 他也很開心 所以其實痘痘對一個人 心理上面影響是很大的 像這樣一個大學生 到了二十幾歲 還會越冒越多的痘痘 通常會有可能是什麼原因 為什麼這麼嚴重 其實痘痘形成原因有四個 這邊有一個模型 這是模型喔 我還以為這是你帶蛋糕來 要給我吃 很像蛋糕 但他不是 其實痘痘有幾個 大家常聽到 黑頭粉刺 黑頭粉刺 白頭粉刺 或是這個農炮 秋枕 那最嚴重的就是說 它變成一個巨無霸 囊腫形 火山爆發 這種都很容易造成痘痘 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模型怎麼看 這裡是從外面看下去 皮膚的樣子 這個表面 這是皮膚的剖面 正常皮膚不是長這樣 這是為了解說方面 它把它做成一個圓圈 那我們就看這個截面就好了 那一般大家網路是很喜歡看那個擠粉刺 很療癒在那邊擠的那個照片 跟影片 那黑頭喔 顧名之意它外面看就是有個小小的黑色的頭 這是放大的 沒有人黑頭那麼大 那這個其實裡面就滿滿的都是一些角質跟油的混合物 所以你一擠出來一顆小芝麻 這是黑頭粉刺 那當然呢 有時候呢 是這個所謂的白頭粉刺 外面看它沒有開口 那裡面其實有一粒 你也摸得到 那如果這樣子白頭粉刺的話 有時候我們會用針去把它挑起來 可是如果平常在家 我們就是不鼓勵 觀眾自己去做這些事情 是 沒得感染 對 因為很容易感染 就算你有用什麼打火機去消毒 還是不鼓勵 那如果說放著不理它 這些粉刺 或是有人是沒有經過粉刺的階段 就越來越大 開始化膿 爛掉了 那這時候就是變成濃泡 或者是囊腫型 結結型的痘痘 那痘痘的形成原因裡面呢 四個原因 簡單講 第一個 出油太多 所以你看那個油性肌膚 男生基本上是出油比較多 就比較會長痘痘 再來你的角質代謝異常 大家有看過那個花瓶嗎 我們的毛囊呢 跟那個花瓶很像 瓶口特別容易塞住 所以有點角質剝落 不是很順暢 它就特別容易塞住 那再來還有發炎 所以痘痘幾乎都會紅 你看它都會有紅的一個現象 所以還有一個很重要 第四個就是細菌 有一隻痘痘的細菌 那我們學名叫錯痠感菌 那所以這四個原因 如果你只控制其中一個 沒有用 它是一直在 所以你看那個很認真洗臉 我有遇過長痘痘一天洗幾次了 洗到臉都脫皮了 很可憐痘痘還是一直長 因為它其他的因素還是白的 那所以真正治痘痘也是一個學問 不是說像網路上有一些 一些不正確的教導大家的 一些照顧青春痘的方法 所以也請這個蔡醫師啊 跟大家談談就說 網路上有一些錯誤的說法 趁這個機會教大家 不要再相信這些事情 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大家去日本 買伙伴順便就會買這個藥妝品 然後還有什麼牌子 什麼兔子啊 什麼很有效 哪一個每個人去買都會特別去買 但是因為你要知道痘痘 其實就算是皮膚科醫師來看 也很複雜 所以它用可以 不代表你用可以 所以還有這個痘痘的藥 基本上 它有功能是不一樣的 有的是殺菌 有的是促進角質代謝 所以我們常常收到很多病人 不用還好 他自己擦了以後 整個都脫皮了 對 然後他會跟你說 誰誰誰用就有用啊 為什麼我沒有用 有些人用有效 有些人沒有效 如果真的日本藥妝這麼好用的話 就不需要皮膚科醫師了啦 所以呢 排行榜第一名就是亂用日本的藥妝品 他們覺得說這些藥妝品用了 你的痘痘就會好 其實是錯的 這個網路上也有人會分享 某一個明星 他用了某一條神奇的藥膏 痘痘就好了 那結果那條藥膏根本不是屁屁膏 屁屁膏是什麼 就是小朋友這個紅屁股 說沒有不整 會用一個美康藥膏 裡面有抗念珠菌 抗這個細菌的 還有加一點類固醇 網路上常常會有一些藝人啊 或者是說 有人在流傳 用某一個藥膏來治療痘痘 非常有效 真的也有人拿自創藥膏來治療痘痘 就是自己亂用 所以用完之後又會來看醫生 運氣好可能就好了 沒運氣好我的痣痘更嚴重 痣痘在臉上 所以還是不能亂用藥膏 開玩笑 不要理我 那另外一個呢 我經常發現 就是有些人到美容護膚的地方去 就會被擠得滿臉紅紅的這樣子 那這種 這種保養皮膚的方式是正確的嗎 對很多人就說 痘痘長痘痘 要去給人家清粉刺 這常常聽到 其實老一輩就說 是不是要帶去清粉刺 清粉刺說以醫師的角度來看 運氣運氣 什麼叫運氣運氣 就是說你運氣好 遇到一個手很輕巧的 他知道什麼可以擠 什麼不能擠 譬如說濃炮型的就可以擠 那必索型的粉刺不好擠 不要硬去擠他 那如果說運氣不好 遇到一個非常殘暴的 這個出手出腳 十隻手指頭都是大拇指那種類型的 那可能你大意的擠 然後又這樣睜臉 我就有遇過整個臉過敏 腫得很厲害的 那再加上他在擠壓的過程當中 可能發炎更嚴重 消毒不完全 所以要不要去清粉刺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是絕對必要 如果說當你多到每個人都問你的時候 應該是要來先看醫師 那如果有發炎的症狀 我們的確是會開立一些口服的藥 先減輕他的發炎症狀 而不是直接說一直去清粉刺 那再來就是說有一些護膚salon 可能他的消毒設備 不是那麼的完善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有被感染的機會 就是他有用一些針挑的時候 那當然是有風險 那飲食方面 有些人說他可能吃的比較油膩 第二天就痘痘發的比較嚴重 我飲食可能要講另外再聘一集 真的喔 我可以講很多 飲食大部分大原則 你會聽到醫生說 皮膚科當然就是說不要吃炸的 辣的 撒果的 刺激性的不要 那牛奶是比較有爭議 有人是說全脂牛奶可以喝 那有的醫師是說 盡量就是牛奶的攝取不要太多 那至於炸的 也有那個 我的有的病人會反駁啊 而我哥哥昨天他每天都吃鹽酥雞 他一顆痘痘都不長 那體質的問題 那是體質的問題 但是整體來講 高升糖指數的飲食 精緻的飲食 或是油炸的 當然它的風險 是有可能會讓你的出入量變多 讓你角質代謝變比較差 那這樣子當然你的痘痘是會變嚴重 所以你已經沒本錢了 每個人起跑點不同 有人很前面 有人很後面 你都已經後面還自暴自棄 那當然是不行的啦 那洗臉的方法有差嗎 有 可以順便教教大家 如果你長痘痘你應該怎麼洗 大部分的人洗臉 就說他洗臉怎麼還要膠 可是洗臉很多小地方 有可能會錯誤 第一個不要用熱水洗臉 我們一般是用跟皮膚溫度差不多 有的人會用很熱的水 把油把它洗掉這樣 你洗的時候很舒服 當然洗完了皮膚的角質層 我們皮膚上面有一層眼睛看不到的油 叫皮脂膜 所以你洗太燙的時候 你那個皮脂膜會破損 所以一天 我們大概建議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然後呢 過油不急都不好 你洗太多次洗三次以上 或是呢 你覺得常常洗臉很累 我有遇過那個整臉都是痘痘 他一天只洗一次 那也是不行 所以如果你是油性的痘痘肌膚 早上一次 晚上一次 那搭配痘痘肌膚使用的洗面乳 來做使用 這樣子 那一般像這種洗面乳 或者是說清潔的方式 在夏天跟冬天不同的季節 會有不一樣的清潔方式 會 因為冬天基本上台灣還是會有寒流 對 所以如果說冬天真的是 一定有出現脫皮 或是你有在擦藥有點脫皮 你的選擇這個洗面乳的清潔力道 就不要太清潔力太強 那是 剛剛有說過油不及 就是說有的油痘肌膚 他還去買那個 敏感肌膚專用的洗面乳 像我有遇過病人 他就說 買一個某某牌子的 很有名 我說你這個不行啊 完全清潔力不夠 所以要選擇適當的清潔力 那根據你當下的一個狀況 是比較油性或是乾性 來做選擇 我在悶診當中 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年輕男生 男生特別多 女生比較少 就是滿臉的痘疤 就像月球表面這樣子 那那種通常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其實喔 真的是男生的痘疤形成比例會比較高 這是跟修復機轉有關係 那有些人很冤枉 他說我沒有擠他 我的痘疤自己爆掉 他就凹下去了 這是有可能 有的沒擠他也會形成痘疤 是有可能的 雄性荷爾蒙的關係 那痘疤的形成 主要就是跟那個大型痘疤的關係 所以越大顆的 發炎越厲害的 那他整個爛掉之後 他的一個不正常的一個修復 就會讓他凹陷 那裡面都是一些不正常的 這個纖維啦 所以他是 形態有點不一樣 其實現在比較少見 因為現在 我們都會提醒大家 如果是屬於有 家族遺傳 這個家族也會遺傳的 所以說你去看他爸爸 長輩有痘疤 說不定他比較容易有痘疤 他會比較容易有痘疤 所以現在都提倡說 因為痘疤非常難治療 所以如果你是 比較容易走過就留下痕跡的 就是要積極的控制你的痘疤 也盡量不要亂擠 如果說你有痘疤自己亂擠 引起發炎更嚴重 可能就纖維化了 也會造成痘疤 我們如果有痘痘的人 應該呢 在家裡要注意些什麼事 還有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痘痘 那你可能有這樣的遺傳傾向 你應該怎麼注意 好提醒大家 其實不管這個在治療 或是預防痘痘的心法 非常簡單 正確的清潔 正確的保濕 然後呢過猶不及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不能只靠醫生 病人很可愛 他來就說為什麼沒有好 疑問之下太晚睡覺了 那一樣我們剛剛在提醒大家 你們跟起跑點不一樣 所以呢如果是醫師的建議 十二點睡覺非常重要 因為他讓你的出油量減少 發炎減少 所以你自己的清潔保濕 還有你的睡眠 這靠你自己的 那至於飲食更是靠你自己 醫生不能幫你吃東西 那醫生可以開藥 還有呢幫你這個 調整一些其他的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在治療當中 一定要跟醫生配合 畢竟也是你的嘛 所以呢治療期間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很多病人會有不切實際的 他覺得看一次 應該要好一半 好一半以上 這是不可能的 這個只有Photoshop辦得到 手機的修圖軟體 治療痘痘 一定要有耐心 那每個人的進步程度跟狀況 不見得一樣 那只要有耐心持之以恆 我覺得三到六個月以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進步的 那這三到六個月當中 就要持續的一直吃藥或一直治療嗎 沒有這就是看醫生 評估你的狀態 階段性的 不同的狀況不同的 那甚至我有病人 我請他調整他的作息 跟那個清潔的習慣 就好很多的 對 好今天呢非常高興啊 讓蔡醫師能夠到我們的現場 來教導大家 就是痘痘體質要怎麼保養 如果你有痘痘了 你應該怎麼處理 怎麼治療 重點就是要有耐心 不要想說一觸可擊 看一次醫生就要完全好掉 這是不可能的 我們一定要先建立起正確的觀念 才有辦法跟痘痘對抗 好今天呢我們就先談到這邊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今天所講的 請在下面按個讚 如果你對我們的內容感到興趣 想要獲得最新的訊息 請按訂閱 下回見